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地方呢是比较干爽的 所以呢可以用散粉定一下 然后呢选一个哑光腮红 从奶茶色系里面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调 比如说我是偏橄榄皮 那就选偏冷调一点点的 刷子呢就用这种圆头的摸起来很松软 有弹性 如果你的刷子有些年 可以先沾透明的散粉在卫生纸上面 清理一下 上面千万不要留结框 沾这个腮红 抖一抖 想象一下你的刷子 是那个洗车的抹布 侧着 让它慢慢的靠近你的苹果肌 控制手上的硬度 打在苹果肌微微靠上的这个位置 喜欢冰胶的话呢 就再往上面打一打就好 这个毛刷就用它最上面的这一点点 一旦压成这个样 就有下手中了的感觉 虽然面积都一样 但是那个呢就是一大片红 这个呢就是又自然又有效 打上鼻头 有那个味道就行 说到冰胶唇浴 拖煮的脸型基本上都是小圆脸 我今天这样画完妆我发现 好像还真的有一点小圆脸的那个味道 大家也知道我本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脸 它们就是面部线条都就很流畅 然后没有什么颧骨 平的 这里肉肉的那种感觉 如果要是用刚才说的那个80分打发 人家基本上就是可以达到满分的效果 如果你也不是这种面部很流畅的小圆脸 那就赶快来下一个派 不同面部特征的腮红打法 分成鼻肌底 中庭 还有颧骨 这三个部分 大家可以开始对号入座啦 鼻肌底凹 打腮红的时候 避开鼻翼这两侧 鼻肌底这个位置 我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个 看人家美女子怎么打 我也那么打 打得很像tumpo 鼻肌底不是很给力 或者说苹果肌这里有点过于丰满的话 鼻翼两侧这里其实是会有一点阴影嘛 腮红打上去呢 凹陷就更明显 看起来就很像苹果肌下锤 我现在这个位置稍微的有一点点打过了 这好像有一块肌肉一样 我就只去掉这个部分 定妆分定一下 这就是80分腮红和90分腮红的区别 再举个例子 李盛金的这一组话报 就显得这一块更凹了 然后吼龙夹肌这块更凸了 看起来还有个八字在脸上 换一种打法呢 更立体了有没有 中挺长的话 一般呢 就是这张图这个样子的打法 感觉也挺有气质的 脸型偏长一点 或者偏窄的话呢 横向打肯定是最合适的 如果你像我一样 鼻子里往这边挪一点打 或者也可以把这两条往上面挪 大概打在这个位置上 越往上肯定就是越偏并胶嘛 不过呢 中下挺长的话 我觉得纯玉妆的打法会更显脸短 看这两张对比的话 你们觉得哪个看起来脸更短 中挺短的话呢 这块本来也没什么掉 靠近眼睛的并胶打法肯定是最合适的 不要打横条 打圆圈就可以了 这块特别短的话 也可以打到鼻底线以下 像李孝林这个也超级好看 就是对面部组织要求要高一些 颧骨 颧骨有些宽的话 面中图嘛就是这样 从来不知道涂个腮红 能把脸涂这么平的 涂在哪里可以不这么宽呢 就一点 不管你画的是冰胶还是唇玉 不涂侧颧骨就可以 因为侧面的留白 看起来就是这样子两个面 立体了就更窄了 颧骨宽的宝贝 要不你就是直打中间边上留着 要不然就是直打边上中间留着 千万别全涂 如果你是颧骨高的同时 面中凹陷呢 就不能这么涂了 我觉得更适合高颧骨 面中凹陷的并胶封腮红打法 就是这种 对比这张 前面这张是真的显得很窄 竖着打 避开面中 避开侧颧骨 打在这个前颧骨 微侧的地方 是最合适的 绝对不要咋慢 你全图上只会像畅大戏 腮红不是修容 饱和度通常以修容高 存在感也更强 不会像修容那样 更容易的融到结构里 侧面的颧骨宽 可以用修容去打暗 用腮红的话 是此地无印三百两 说完并胶 再来说说高颧骨 高颧骨夹面中要线的话 怎么打纯预风腮红 这个是我在图上试出来的 几乎合理避开 所有bug的 牛逼位置 先来说说这个位置怎么扭 你看这些话到 三角里面要留白 面中这一块 就会显得很饱满 眼眶流出来 可以避开内勾 眼带 侧颧骨流出来 转折过去 显得脸更窄 避开鼻肌底 鼻子的这块也会更立体 成了 要的就是这两个圆勾狗 这块腮红正好在中间 避开了各种bug 虽然不是五官 但是也占了个地方 填了个孔缺 就很适合脸上留白很多 脸大五官小的宝贝 实际化妆的时候呢 是从眼瞳的下方 中间到45度 颧骨 在这条线上打一个椭圆就可以 如果你是那种脸瘦瘦的 颧骨侧涂 然后这个地方又凹进来的话 也可以试一试这款 千万不要打到侧面 这个地方要用修容代替 腮红 修容 转工具 三望刷我其实也买了好多种 扇形的 扁扁的 它也可以刷高光的 长毛的距离比较远 这个黑色的部分是短毛 还有这种圆的 但是这个比我刚用的那个要更扎实 涂修容可能会更适合一点吧 说实话就是都不是特别的好控制 然后跟他们一起买 我之前特喜欢这种颜色 巨线色 特别容易打出来皮肤往外渗血的感觉 之前呢还买过一把这样 看官网图这是巨眉 就特有感觉这个设计 但是这个刷毛呢 就是粗糙 扎手 然后还掉毛 容易把底妆给挂掉 买来不用供起来 就是今天我用的这把 你看看这个感觉 而且摸起来毛茸茸的一点不扎手 用的这种刷子不可能涂匀 有的宝贝可能不太用定妆粉定妆 顶完妆稍微有一点点黏 然后这个刷子就结块了 怎么解决呢 上妆之前先沾这个散粉 然后在卫生纸上面这么涮 这就是一种洗刷子的方法 我所有的刷子都是这么洗的 包括那些眼影刷 毕竟是涂粉质的嘛 粉质的肯定是越均匀越好啊 谁是越斑驳越好呀 换色的时候 它可能上面有一些残留嘛 也可以这样子 它就会比较干净了 然后你再去占别的颜色 然后再去上妆就可以了 再接下来就是 你们用到过显毛孔的腮红 可以把它们打在公屏上 给大家避避雷 我来说一下这个显毛孔腮红的特质 用手指摸 感觉很容易取粉 有点像那种软糯的眼影粉的感觉 然后涂开 不匀 这种腮红就是巨雷 下手很容易重 不均匀 还特别爱跑毛孔里 我认为好用的腮红 通常都是摸起来 没有那么好取粉 这个其实也很软糯 但是你会感觉 它这个粉相对那种 是比较硬一点点 稍微一涂就很均匀 涂完了一会儿 没色的那种 我倒是没用过 是不是摸起来感觉更硬 如果有用到的 可以打在公屏上 我也想知道知道有谁 我现在手上的这几个呢 都还算是比较过关的 除了刚才那个雷品 显色度排序的话呢 较色的比那次 更好取粉一些 是有一点点光泽的 全部比较高的宝贝 怕它会不显这种 另外找阳光的比较合适 倒是显得皮肤 好像挺好的感觉 3ZE也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乐在其中 是不是有点冷门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便宜好用 以前呢 确实是不敢用这么亮色 就是看着就很死亡八笔嘛 但是就没想到 我这个大橄榄图 就显得气色超级好 还有NARS的这种 冷白皮的感觉 就绝 还有这种也奶茶了 其实很高级的感觉 但是确实是不适合我 如果我图偏黄的话 会显得更黄 热评问题 看看大家的问题啊 有很多就是只能苦笑 有红血丝怎么涂好看 我也有我也有 我有给全脸红血丝的人 花过妆 遮不住一激动 啥粉底也不好是 而且奶红也不是我们说了算 所以必须先遮上 评论区也有很多宝贝 贡献了他们的 你是用偏绿的色号调也好 还是用遮瑕力好的底妆产品 遮也好 全都盖清楚了 再用前面说的那些打法上腮红 遮瑕打完腮红豆腻露出来了 我也是 我是颧骨这个地方 这两块有那个晒斑 就画那个并胶妆的眼影 会打到这个地方 它就会露出来 最好的方法呢 是你要不然就不打呢 要不然呢 就别用粉质的打 可以用液体腮红 或者是膏状的 跟遮瑕混着用 一边遮一边打腮红 然后统一定妆 不用刷子滑了 肯定是会干净很多 今天这个视频呢 虽然说风格呢 是并胶唇浴的 但是这个腮红 它尚在不同面部特征 不同风格的脸上 每个人都是可以有自己独特的脸 像现在这个 脸型适合就是最好的 大家也要有信心 这个风水轮流转是吧 没说哪天 我这就成了主流什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在座的宝贝看的视频 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氛围 蜂蜂打法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用的话 点点收藏 三连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的收看 有问题记得留言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